来自德州的加布里尔拥有菲律宾血统,现年28岁,是史上年纪最大的环球小姐。 她认为年纪是一件美丽的事情,也强调年纪无法定义一位女人。 本届环球小姐大赛委内瑞拉选手获得第二名,第三名是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选手。 比赛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84名选手争夺桂冠。 加布里尔是一名模特、时装设计师和缝纫教师。 比赛最后环节,前三名选手被问及他们将如何展示环球小姐是一个充满力量和进步的组织。 加布里尔表示,她将利用这个平台成为一名变革型领导者,热衷于通过减少污染和使用回收材料制作服装来推动时尚行业的发展。 但现在是现在,现在是现在,你能够追求什么你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